好贴心耶 昨天在Trader Joe's买了郁金箱 我一直都不太喜欢买华嘛 觉得没什么用 但真的买了之后放在家里吧 又觉得好生机勃勃 真的蛮好看的 这朵昨天它是一个小花苞 今天已经稍微开了一点点了 还有加黄油 好久好久没有吃Waffle了 吃了太久的三明治 稍微变一个口味 这个粉就是在Costco买的 它如果看到的话真的可以尝试一下 很简单很方便 正好我的Waffle就叫了 调一个二档吧 超棒的一块完整的Waffle 先去个草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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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没有那么硬 嗯 软很多 好好吃 Waffle鸡确实挺好的 真香 也没有啊 没有Waffle鸡也能活 这真的是消费主义的限定 其实Waffle和番茄也差不了太多 对啊 但是吧 它做成这个样子 它就是不一样 马上不考虑怎么解决 现在没有时间 你还在Live吗 诶 我不知道 这个是吗 在哪里能看看路适 在哪里能看看路适 好 对啊 好 好 不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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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面先把鱼如鱼 好 10分钟 10分钟 1分钟 1分钟 3分钟 1分钟 鸡蛋 第一次煮到雪山上 乳酪 放進去 煎麵 肉 煎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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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厉害就是 起司怕辣色 今天放到起司比较多 这好好吃啊 让我的冷凍糙米发挥余热 刚收到的沃尔玛的宝宝礼盒 据说沃尔玛的东西不是特别好 和你们一起来拆个箱 这个是Dr.Browse的安妇奶嘴 这个是纸尿裤 这个是什么 宝宝的body wash 这个是尿不准的药膏 应该是给妈妈喝的一个 类似维C水的东西吗 又是一个奶瓶 我感觉奶瓶是最实用的 超小超迷你的尿不整药膏 感觉可以外出的时候带 他好贴心耶 他还发了这种小卡片 到时候拍照的时候 可以放在宝宝旁边 然后他后面是广告 这其实还蛮好的 一个月两个月这样子拍一下 还蛮有纪念意义的 其他就没有了 这些都是广告 然后又是录资本主义羊毛的一天 调一个酱汁 酱油 辣酒 鸡肉 淀粉 鸡肉 鸡肉 霜汁 他都还没在讨过 那是小一点 鸡肉 鸡肉 我发现这个猪肉的有了好多啊 没看到上面飘的一层油了 你们看这白菜已经缩毁成这个样子了 你们看这白菜已经缩毁成这个样子了 把银沉一下就可以了 给你们看一下这白菜非常的柔软 这个肉还挺肥的 好吃 我喜欢吃这个大葱 好吃 这个白菜非常非常的软 甜甜的 这个年糕现在其实调味道都不需要用多少 但就这个白菜 它本身是自在甜味太好吃了 好吃吧 比比比去开顿窗 太热了 我好热 银沉又去滑雪了 然后这个 这个是他 这个是我们朋友 就有一个朋友从加州过来 然后他们就一起去滑雪了 刚下午他不在 然后我就是把家里给稍微打扫整理了一下吧 之前不是提到说五六月份要搬家吗 反正现在每个周末我都会慢慢慢慢打爆出一些箱子 到时候就是尽量减少这个在pack的工作量 整理完之后我就把碗洗了 背景音就是洗碗机在工作的声音 之后我就去睡了一觉 现在是四点半 然后我要下楼走个路 走路之后呢走半个小时 然后上来做一个拉伸 差不多五点半六点钟的样子 然后开始做晚饭 今天又是我自己一个人吃饭 蛮好的 好我来找一下我的拉伸 我现在在看外面的天 外面天好漂亮 又是粉色的 在下厨房找了一个鸡胸肉玉米粒丁的食谱 那感觉看起来还蛮好吃的 然后正好买了一盒鸡胸肉 准备消耗一下 鸡胸肉 鹿 鸡胸肉 再加一点 酱料酒 生抽 蚝油 黑胡椒粉 家里没有电粉 加一点点煎饼粉 正好够五个 太棒了 来看一下我们的青春肉饼 也试一下搭配番茄酱 准备开饭啦 这个还不错耶 它吃不出来是鸡胸肉 酱油放多了 因为它有点咸 试一下番茄酱 我觉得可以只用鸡胸肉和玉米 然后蘸番茄酱 会蛮好吃的 洋葱的话 其实存在感还蛮低的 可以没有 菠菜蛋花加乌冬 这也是我最喜欢的组合 好方便 好方便 现在就做了 准备粉 吃炸 切了 切了 倒入 切好的 切了 切了 切了